第二章 黄盾你的老爷爷 三年之期已到 今日 黄盾必将助谭野英雄重振雄风 八戒怀真哪吒下狐敦 哦 怎么他们的势力居然不升反降 那肯定是你们的手法不够纯粹的问题 黄盾的力量很强 但想要掌握它并没有那么容易 那么来 跟着手段的脚步 一起来看一下新赛季手法大帝的归来 开机刷野呢 我们正常刷 各位记住 黄盾它只是一件装备 如果只靠一个装备而不靠自己的手法 就想变强 那是不可能的 硝烟节制的要脑 要脑也确实给了硝烟不少帮助 但更多的是硝烟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们手法大帝不靠天不靠地 要靠的是我们自己 这里正常端玩野区 观察一下小地图 达姆和玄车露到视野 失控阵地打穿三甲 敌人肯定会动手 我们凯帽视野 等天守天我们平野位移二一三 可以击飞的没关系 手法无需多言 玄车被吓到直接面壁思过 这就是手法大帝 局势不错 大顺风开起 我感觉这一把已经赢了 所以我们就打凶一点 二一连招 平野A下开大戏伤害 大不过想逃了 那也得吃个大招才能走 吃中线可不是什么容易死 那可是危机事不困难重重 没有一点手法和意识 真的很容易就被干掉 还好我会打太极 一边走一边打太极拳 回头丢个大 潇洒离去 中路我不在 罪友团了起来 情况不太妙啊 他们几个都是残血 我来接一下 高姐姐开大了 怎么回事 怎么在这一瞬间 我觉得下一次都释放了 二一三连招 还成功地化起了危机 队友点到信号 发起进攻 但前面肯定有达摩 二千逢反 这就是我的意思 但现在二一连招没有霸体效果 我大刀没有低线开出来 导致有点失误 高姐姐被击杀 大门的玩意也活不下来 盾三说话 你直接闪背 但是我们时空阵不在啊 无所谓 跟着 要是打输了 就说是盾三的问题 我们黄盾赵怀阵呢 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比较肉 盾三都没了 我还活着啊 敌人的目标 肯定是我了 还追还追 让我直接反倒 哎呀 想给我开二几人 哼 我的队友来了 你们几个就等死吧 前车被我卡链子 我们回头一拉 直接击杀 敌光马操在内线 我们来堵截一手 二千挡 哎呀 想逃一千再一拉 想要收枪逃 我们大刀直接系走 然后再还给马操 我还追上去了 那我们就不用管了 马操肯定跑不掉的 我们这边大胜风 马操的经济 比我还高600块 可能是我的打法过于慷慨了 小野怪党队友随便拿的 不完状态 中路又打起来了 我来 二一卷 盾三代一杯 高杰力根本摸不到这位 大刀结束了 成绩减速 普攻追击 哎 这个闪前巧妙 可惜二一卷呢 一样收掉 但是我们后排 情况不太妙 马操开始收割了 看情况是没救了 我估计也走不掉 回头清兵线吧 清掉兵线时 等于没有死 没有中线 对面才也推不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不过我呢 海超深大一下 到必经推开 哈哈 走啦 呃 对面马操 这现实深蹬带啊 我们来前面 堵截他一下 这是他的必经之路 平野贴他连 还想到二千 卷到 平野追击 平野再追击 没有对面达摩朗视野 钻上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我就是找看我二千招架 哦 完了 二一三操作出老了 都不会随机应变的 一套几成打完 啥都没捞到 好亏啊 玩耳给了信号 叫我们先别压高地 但对三根 算一下这个站位 大家还不测吧 玩耳很厉害 耳朵在一上的大空 好 咱们玩耳用命把猪猿给清了 最终子掉了个东云塔 复活出来我们开爆军 对面呢 打了个猪宰 玩耳那个位置 肯定是要跟马操打起来的 我们赶紧过去支援 玩耳大好结束 我们这二一三手法连招 尝试救一下 但是没有救下来 时空阵他们已经过去追马操了 放心的去追吧 他们两个交给我了 全赤是个残血 就以大木的输出 他是杀不死我的 直接跟他普攻对拼 队友的资源 马上就到了 孙命被击杀 他们来了 直接开队 我是不可能他们逃掉的 拥有七二七的力量 我的一速在一次上 鼓动过墙继续追击 疯狂点击大猫头像 一有机会 我就要把你连上 马上追上了大猫交散 双向的侧面对击二千捡大树 对面高剑尼这个事 冲出来对他在背走 好机会 普通将其收割 马上想动双向动手 我们直接过来堵塔后路 击杀掉这个马上复活 连的复活时间 已完全错开了 这就意味着 只要我们兵线定卡 游戏就可以结束了 还是一个顺命人高剑尼 高剑尼 高剑尼这些开大冲出来了 还等我外冲 他想干什么 我已经知道了 强机密线是吧 我并不可能他如愿 卷刀 击杀 游戏结束了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如果喜欢就点个赞 或者上连支持我一下吧 那么我是光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